are you listening 大家好 我是光云大学的大三的学生 我叫刘依廷 我现在就读于光云大学的国际学部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如何在光云大学快速的交到朋友 那么我快速交到朋友 一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课堂 比如说你在上课的时候 可能会跟同学们一起去做一些交流 或者是做小组讨论 或者是做那些发表的时候 你会以那种方式 会快速拿到韩国朋友的联系方式 那么在对课题的讨论 或者是私下进行小组合作的时候 你会跟他们逐渐形成一种友谊 那么我就是这样交到几个朋友的 另外就是一些课后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参加到过一个叫 安酿的一个 怎么说 是一个小的社团吧 可能就是韩国人跟中国人之间 或是其他国家之间的几个学生 一起聊天 一起去交流一些各种不同的文化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期间 也可以交到一些韩国朋友 甚至是其他国家的朋友 那这样交朋友 以这样这两种形式去交朋友的话 可以有效的建立 跟韩国人之间的友谊 那么也对你的 在韩的一些生活 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会对你的韩语的水平 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接下来就 就祝大家学业有成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光云见到你们 谢谢